国台湾这一次会讲到正义之举 其实就是驿战的概念 驿战概念是几七年来 我们人类如果要发动战争的话 必须要有战争的正当性 那所以以前都有习闻 就是说我今天我要发动一场战争 我必须要有习闻 有一种通告 那这个主要的就是 要对我现在的行为的正当性 必须要跟自己的民众 跟对方也要说清楚 讲明白 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马晓光用正义之举 我觉得就有这个驿战的概念在里面 也就是说未来 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未来我不讲现在 再强调不是现在 因为十月九号的时候 习近平已经把两岸关系的 处理的原则有定了掉 也就是和平的方法 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还是目前的这个阶段 的主要的大方针 所以和平统一 统一是目标 用和平的方法来达到统一 这是目前来讲大陆的 基本的方针还是没变 然后原则是一个中国原则 以及九二共事 这两个基本的原则 这都没变 那当然这是在十月九号讲的 十月十号蔡英文就回应了 就提出两国论了 提出两国论 大陆这边已经赤裸裸的 就告诉你说 你这个就是两国论 不管你怎么包装 你就是两国论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以前主张 我们是中华民国 可是我们也是一中 我们强调的是 我们的治权 目前不及于大陆 我们只有在台蓬金马 这是我们的统治权利 统治的能够到的地方 只有台蓬金马 但是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就写得很明白 我们的国土就是大陆跟台湾 整个中国传统的 这个几千年的这些土地 都是我们的 所以这是国家的主权 国家的领土 在宪法上写得明明白白 因此中华民国的治权 台蓬金马 但是大陆也是我们 中华民国的领土 那我们也知道 大陆那边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也是一个中国原则 他们的治权 就是整个中国大陆 然后不喊台湾 但是台湾也是中国的 大陆的一部分 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蔡英文的讲话里面 就是摆明了就是 你是你我是我 然后所以她已经违背宪法了 也就是蔡英文在 中华民国的国庆生日的那一天 她发生了精神分裂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她把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 110年去掉了三十几年 只剩下72年 所以她本身有精神分裂的 这种嫌疑 因为我们无法理解 我们消失了那几十年 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而且她同一天 她又讲110年的生日 然后之后变成72年 这个不是精神分裂是什么呢 所以我才会直接说 这一定是要不就是精神分裂 要不就是她变更我们的历史 这很严重 可是她同时矛盾 第二个 她本身公然的就违宪了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 我们的土地含中国大陆本身 而且我们是一个中国原则 绝对没有两个中国 我们没有两个中国 所以不但是大陆反对两个中国 我们也反对两个中国 因为我们的宪法主张的是要统一 所以谁反对统一 谁就是不遵守宪法 我觉得谁反对一个中国 谁就是不遵守宪法 谁不承认这个中华民国 就是谁就是不承认这个宪法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以目前来讲我会建议国民党 其实以后立法委员咨询的时候 当然指责在冤了 我觉得以后国民党上台的时候 就先提出第一个问题 就是问民进党的所有的官员 你爱不爱中华民国 就爱问这个 先问了 问了以后才开始咨询 就第一个问题就 请问你爱不爱中华民国 她也可能口是心非 对啊 我正想讲 你听她讲的话吗 每天就让她口是心非 就是你每天就告诉她 爱不爱中华民国 爱不爱我们的国旗 爱不爱我们的国歌 你就每天先问 就是你三餐 你照三餐来问 然后她讲到最后她真的爱了 因为她讲了 讲久了就爱了 她讲了一百年了以后 她讲了 我们不可能让她执政一百年了 就让她一直讲 讲到最后她就爱了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以国台办的 这次的讲话 你看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他们 把调性拉高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在 这个习近平的大原则下 但是他们定位 就是蔡英文的讲话 就是两国论 那如果推台独 中国大陆 这个非和平的方法 是以后会用 不是现在要用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认为说 目前来讲两岸之间 还没有紧张到 会兵戎相见 但是两边的角力 会继续进行下去 不会停止 是 所以现在今天当然 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的讯息 当然就是要请教一下 这个张静老师了 因为看到 常常我们看到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他们的报导的立场 多半都是倾向美国政府的 但是他们所属的一个事实查核网站 却有这样子一个报导 内容是说 从技术事实讲 中国的军机 没有侵入台湾领空 他用的是China没有invade台湾的领空 那么他说 关于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有一个显为人知的事实是 地理覆盖面与中国的领海和领路 均有重叠 那这样的话要怎么解读呢 难道说 那我们其实常常看到 就是空军的军机都升空来防卫 那是辛酸的吗 非辛酸的吗 那到底要是怎么来看 这是瞎忙的吗 那怎么来认定这样的一个立场呢 首先我必须要提起 防空识别区里头采取的反应的话 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 我认为大家要理解到防空识别区 以及我们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31条以及 这个施行细则第41条 对于不明基 他的处置要宣布 依法宣布就是这个相关的管制的空域 所以他有很多种不同处置的方式 要破其架向 然后追随他 或者说是这个必要是可以开火 等等等等有很多 而且在中华民国对外的这个飞行指南中 也特别讲过 说万一不听从指挥 这个打落了 急落了是不赔的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 讲了一个叫做强势驱离 2019年4月1号当这个海峡西南之中 蔡总统讲了一个强势驱离 然后蔡总统自己当过陆委会主委 而且主管过我刚刚讲过那个法律 里头就没有强势驱离这四个字 而且我必须要讲一个是 假如说是这个就是共激进入 这个其实在本质上国际法而言 那是国际空域 假如在海峡的西南 也就我们防空事局的西南角 那个进来飞航的话叫做扰台 那我也要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那他来扰台的话 我们其实也会啊 这个进入啊东海防空事别区 所以我们也在那边扰路 对不对 各位啊 只要去想想看 我们这个在前几年 2017年的11月7号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飞官幻象的飞官 后来在那边失踪 经过两年之中才找到核子 就是找到他的黑盒子 就是核子羽 那他的飞航的区域 就是在东海防空事别区 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事情啊 也是将心比心 这个美国之音啊 也是很坦诚的讲出来 这个绝对没有进入领空 只是我们现在啊 这个政府一直在玩弄这些啊 就是语法 最重要的事情啊 是一直在那边无限的上纲 政治的解读 我们回顾到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天天叫部长跟总场演出 那个进入山洞啊 坐镇指挥秀 演出一个月 实在那个戏啊 演不下去了 到现在你看啊 新闻反映的热度也降低 但是呢一发现有这个数目啊 有增长的时候 大家啊 全台湾的政治人物跟政治学者 都在找出任何的连结 就发现了华盛顿跟东京 也没有跟我们讲什么好话 他突然这个数目啊 就啊这个增长了 所以我们啊 今天啊 这个全台湾为这个事情啊 是啊 陈入刚才啊 这个赖老师所讲的 这个精神锋裂的这个状况 看来是相当的明显